她一開始就用輕輕的符號欸 這會不會太快了 她只可以一起睡覺欸 嗨 我現在頓時間要瘋 嗨 歡迎收看戀愛的微波說 我是主持人Gazelle吉塞兒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們POP Daily的全新節目 只要如果你是單身 你有為情所困任何的戀愛煩惱 點字底的連結 你就可以報名這個配對活動 你就可以在上面分享 你有任何的你的戀愛煩惱 我們就為你解決 今天第一集呢 我們邀請我們的委託人是誰呢 她立任呢 她就是那種比較貴氣一點 然後眼睛大大鼻子很挺 然後臉小小的 然後嘴巴有點厚 對 厚唇 她前度很厚翹 然後有腰伸 然後腿很細很長 你再回想她的髮型 哈哈哈哈 好變態喔 好再來有一個選擇題 你要快問快答 第一個 長頭髮還是短頭髮 對啊 成熟還是幼齒外表上 什麼是熟 男生的女生 女生啊 所以你是沒有辦法跟男生戴起來 對 完全不行 比較喜歡那種可愛風格的 還是性感風格 性感比較可愛 性感喔 性感 歐美還是韓系 歐美 250公尺 但是性很可愛 性很可愛 好那有錢人的老女人 還是月光族 妹 月光族 就你沒辦法接受被抱怨 不要 我剛剛 可是她有猶豫 那五秒當中我覺得 接下來呢 我們會依照你的條件 然後去找三個人跟你忙聊 然後你要在這忙聊當中 選出一個你覺得最適合你 最喜歡的那一人 好啦 那我們就一打三忙聊 GO 拜託 你與對方好好分享感情 藉此機會找到真正適合你的人 遠離外冒險會放棄 對方已經加你了 她一開始就用輕輕的符號 就會不會太快 完了我會不會太快 還要自己 手汗都流出來了 我是安顧 請教我詹姆 她問我幾歲了 26127 她直接問我說 那你有在愛巨蟹座嗎 我覺得水象星座都蠻合的 你會照顧人 應該吧 我覺得水象都蠻會照顧人的 她說不好說要見面才知道 她在撩我耶 她說可能就幫你吃香菜 但是 我愛吃香菜耶 她說還好不是摩羯座或誰 摩羯座太無聊 水瓶座抓不住 你覺得喜歡星座的女生是有加分或扣分嗎 也不是什麼加分不加分吧 我覺得就是在應對上 從星座看歌星可以大概知道怎麼跟她交談 以下五個題目請擇一題 問安顧 用一個食物形容自己 為什麼你會想要用食物形容自己這一題來問安顧 我覺得因為我可能也是算吃火吧 我很喜歡到處吃東西 解解對方可能喜歡吃什麼 應該算可以更深入一點 烤雞 我沒有想到這個回答 烤雞 可是她想要說她很好吃 先嫩多汁 她剛剛說她自己是烤雞 然後說她先嫩多汁 那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可能只是 單純她現在真的挺餓的 但是我覺得她應該 more than 烤雞 內內 以下五個題目請擇一題 問內內 分享最喜歡前任的一件事 為什麼想要問她這一題 直接丟一顆 看一下會不會有什麼 反應 一開始就那麼硬 那你今天參加電愛微博鼠 你有想到你的前任嗎 沒有 我懂了 有啊 有啊 她說她喜歡前任 很貼心 稍微有點籠統 我 煮宵夜吧 貼心指的是 她說她也會煮宵夜 但我現在沒有忙到那麼晚了 不喜歡吃早餐 那你 接受 男友也拍你睡覺的手照 她感覺 不太能接受 因為她說 轟 但是可以 但是可以一起睡覺耶 因為我燒前面 她說這樣 她很吃虧耶 只好開始練習 睡得漂亮一點 天啊 為什麼我們這個畫風 有點轉得太快了 這些撩人的感覺是會讓你真的有怦然或心動的嗎 我覺得一半一半 這個過程就有點像一直在談判 有可能對方的本意不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們之間還是有那種化學反應的話 我就會覺得這個就是很像對方在彼此在試探的那種感覺 請加以下ID 嗨嗨 聽說你今天出去玩 感謝還抽空在遙遠的雞龍 她說 哈哈哈 好客套 雞龍有一間珍奶我超愛耶 是撩媽媽嗎 在場雞龍的人表示不知道 雞龍還有一間 那間真的很讚 你在想吃的喔 對 因為我好像好餓 將你準備的UberEast給對方 她說 那我叫UberEast給你 我現在 想吃雞龍小吃 我去找你 她說我去找你吃 就是在努力努力的那個 製造一些 來吧來 她說UberEast應該到了 有耶 真的假的 妳們這不是節目效果吧 她這邊寫 I'm hot 拿出來 這個東西不小有點大 那我先專心吃東西 怎麼樣專心吃東西不回覆了是不是 晚一點再回覆你 你的吐司拯救了我 覺得自己像什麼動物 為什麼你想要問這個 因為我覺得動物的性格 其實也可以蠻具象的 牠說狗 牠屬狗耶 好酷喔 牠是幾歲啊 問女生年紀大計 所以你不會問女生年紀 對啊我不會問女生年紀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年齡根本就不重要啊 所以你可以接受比你大多少歲的人 一輪吧 我也是狗啊 媽是狗 我們加溫任務 請將你準備的禮物 拉拉木給對方 您的拉拉木屬於到 牠真的送一個禮物喔 送給詹姆的禮物 牠是 我很喜歡的一個 韓國導演 然後他在這個地方取點 牠說牠是從 周爾座高鐵兩個小時去找這間咖啡店 牠提到韓國導演 所以牠感覺也是喜歡看電影 那你們有共同興趣的電影嗎 愛看電影的話 不會去設限說 你會看什麼種類 所以我覺得只要是愛看電影的話 那都會就是可以討論 因為我自己看電影的話 我很喜歡就是看完 然後可能去查很多 有關這部電影的東西 透過牠聊天當中 你想像牠這個人的外型 你會覺得牠大概是什麼樣 我一開始會想到說 牠可能是稍微可愛一點 因為畢竟韓系嘛 韓國那種 比較甜甜可愛的那種 應該說就是 我覺得牠的個性 可能跟外表會稍微有點差 但是那種反差是好的 因為就是可能是你想不到說 欸 牠是這樣子 然後個性會是這樣子 天啊 牠在狂飆欸 我就說我很喜歡韓國 因為我送牠跟韓國有關的禮物 牠說該不會是自己做的泡菜 我就說我不會煮飯 牠就說顯得牠有用五隻地冷 放心沒事我會煮 OMG 現在可以打給JAMS跟JAMS聊天計時三分鐘 我現在快速地調整一下 這也是任務嗎 還是這是 這個是任務 妳是瞬間把我從高空然後墜落 那妳現在在幹嘛 剛跟妳聊天呢 那妳 妳今天有要出去嗎 等妳約啊 妳剛約了 但是又被拒絕 我現在很怕再提出邀請 你們不是約一起睡覺嗎 快招架不住 妳約要睡覺嗎 我相機都準備好 不用啊 這講太變態了 這講太變態了 什麼意思 因為妳說 妳說會拍對方睡覺的 睡覺你很淺眠 那這樣我就要睡得漂亮一點了 啊 時間要沒了 好 時間沒了 好啦 那 Nice talking to you 好 好 我們有緣再相見 拜拜 聽她的聲音覺得如何 跟本人想的不太一樣 覺得我不太會從一個人的聲音 然後去判斷她的個性 或是什麼 緊張了緊張了 現在聊完24個小時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 有點累 這三個人的分別是什麼樣感覺 這Girl 好 先來講安谷好了 你覺得安谷是個什麼樣的人 比較直率 然後應該是獨立的 因為她有提到她是 自己在練習 跟她聊會比較快 熱起來 那內內呢 後來晚上有跟她講 比較聊得開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你們沒有在錄影之後 感覺聊得比較自然 對 那你覺得她外型上是什麼樣的女生 長頭髮 我猜是長頭髮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直覺 就是猜長頭髮 那小波呢 小波其實後來 也是感覺 你們沒有在錄影的時候 她比較順 就是比較放得開 就是三個裡面 她應該是最慢熱的 好 現在你可以在 安谷 妹妹 小波當中 要選擇一位 你想要繼續跟她 發展下去的人的話 你會選擇哪一位 安谷吧 就真的是以昨天 聊天的狀況來看 我跟她共鳴還是最多 那我要公佈 其他兩個人的長相 就是你沒選擇這兩個人 這個是妹妹 小波 有點像耶 我會覺得跟她 說話的方式有點像 稍微會比較 內向一點 但是講真的 我還是會選 安谷 一整個聊天的女生 整個狀態下來 接下來呢 你們會見到安谷本人 然後其實我今天有 準備回禮 我覺得那個 對她來說 應該是一個 蠻有意義的小禮物 所以我今天就有準備 我自己以前拍的照 然後就做成明信片 對 好好好 請戴上眼罩 你這樣看得到嗎 你這樣 我看不到 你這樣 我現在這樣看不到 因為我現在是勒住的 所以 真的拿不起來 嗨 嗨 我覺得她有ㄍㄧㄥ一下 我覺得她有壓抑住 內心的那個 ㄧㄥ 那感覺 這是我在 墨爾本的時候拍的 就是你自己拍的 對我自己拍的 對 謝謝 好 還你們要勾個小手奏房呢 好 很浪漫 點到 觸電 很浪漫喔 真神的名字是Polly 我是 電商的行銷 Pop Daddy旗下的那個 電商POP Slate 不知道大家可以多多去觀光 我覺得他應該算是一個好聊的人 因為他會自己開話題是不是 然後好像是一個蠻喜歡到處去玩的感覺 自己喜歡什麼樣的人 不喜歡的話再找個 所以他算是對你來說有一點點好感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認識的人 我是Renee 我現在是餐飲集團的公關 所以你昨天聊天的時候 你覺得你對James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人感覺還不錯 聲音很好聽 那你自己對他好感度一到十幾年 目前的好感度一七 很高耶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會想要多認識 我叫安古 然後我的本名是宇恆 目前在業當中 那你喜歡James嗎 目前聊下來覺得還不錯 因為就是他是做設計相關的 然後我們吃的方面 看電影方面都還算聊得來 一般對直男的印象就是會很可能自我中心 或者有點大男人 但是他蠻會傾聽對方怎麼想 然後會適時給出一些回饋 也不是說顧得了自己 拋接球的部分他做得還不錯 那你怎麼會想要來參加戀愛微波說 之前一直工作忙 然後沒有機會認識人 然後加上現在好像各種交友軟體啊 或者是各個夜店酒吧都是一種很快速的東西 對想說來參加這種完全不知道對方是誰 然後有一個相對長的時間去慢慢了解彼此 算是一個不錯的交友選擇 因為單通制的交友軟體基本上都是很明確的目的 要嘛交朋友 要嘛是約跑 反正就是你的所有角色所有資料都一開始就會被人家看到 所以就是基本上你們聊天的時候 如果對方不是你想找的目的 不是你喜歡的類型就直接pass 因為我之前的交友軟體都是以約跑為目的 然後我有一段時間想要好好跟人家交朋友的時候 別人就會想說是不是耽誤到我的時間 或者是我只想要約跑然後不想跟他交朋友 所以那時候蠻受傷的 所以那個時候開始就有點想要 好好的從頭開始去認識一個人 大概是這樣 從單純的約跑為目的 轉換到一個毫無目的的去認識一個人 對我來說一開始有點無所適從 也不確定對方是不是喜歡我 但是後來慢慢跟他聊天之後就會發現 就是一點一點了解彼此的感覺還蠻有趣的 對就算今天跟James沒有約跑成功好了 所以這邊就是還是可以當一個朋友 因為我覺得我們還蠻聊得來的